俄罗斯苏复-30和苏-27战机在黑海半飞美国军机 本文转自 当地时间12月3日 俄罗斯国防部国家国防管理中心发布公告 俄军调派了一架苏复-30和一架苏-27战机升空 对两架美国侦察机进行了半飞 当天俄军雷达在黑海中立水域上空 发现接近俄边境的空中目标 未确定目标并防止其侵犯俄领空 俄军派出一架苏复-30和一架苏-27战机升空 确认目标为美国空军RC-135侦察机和美国陆军CL-600阿尔特密斯侦察机 随后两架俄军战机在黑海上空对其进行了半飞 公告强调 俄罗斯战机在飞行过程中始终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俄罗斯领空也未受外国军机侵犯 待美军侦察机飞离俄罗斯边境空域后 两架俄军战机已返回驻地机场 俄军战机